看比赛了,这边红色的人组选者就是马入,是存在了右上角的两点钟的位置 为什么你已经开始,我还在读广告吗 你还在读广告?没有啊,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呀 对啊,再刷一下 我把那个,我把我现在的电脑嘛,装成了那个什么 装成了那个,呃,腾讯的那个东西,就QQ管家 哦,果然,果然就没有那个了 就没,不带上传了,对吧 对,对,对 所以360是有点烦 不,在这块上,我告诉你 那我没办法,我只能选择腾讯这个 对啊,你360解决不了这件事情 我们直播,直播一定要不能站上船的 但我并不能说腾讯这个管家就一定比360要好 反正在这块上,我没办法,只能选择那个 他们说绿霸,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小看绿霸 绿霸,据说还有点技术含量的 绿霸什么东西啊,绿霸就是一个,反正也大概就是一个防火墙之类的东西 绿霸可能你们不了解,绿霸据说,据说还有点实力 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个基金,他们投过绿霸的,你知道吗 他们跟我讲,讲过一点绿霸的故事 我认识一个基金,基金里面的人,我讲过的 哎,你不要,你不要再说了,你,他们跟你讲的故事,肯定绿霸人跟他们讲的,好不好 不,真的还可以啊,有点技术含量的呀 不,他们不是弱智 对不对吗 我这么说也是 那么玩,玩基金的,那些投基金的那些人,你妈一个比一个精 都精的跟猴似的 你以为他们傻呀,你去骗他们钱,他们说不定在骗别人的钱呢 他们跟你聊,聊完之后肯定是,聊之前就已经是,已经在这一块上已经获得巨大的一个信息量才会跟你来聊的 不然的话他不会跟你聊的 反正听说还有点实力的,我跟你说 好,我们看比赛啊,马路这边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开局 待会是两个导弹车带一船枪兵,然后进行压制 对 KIN这边是直接去进行压制的,但这波我估计要被马路打成屎啊,这波 看到这个运突鸡了,你怎么办 我说KIN的TVT上次我们不是看过他很多次跟B云打吗 都打得有来有回的,还是有点实力的 有实力,有实力 明显就感觉就,你看帮你打马路的时候就感觉帮你的这个 就不是,就缩在家里像个 每天就防守,就是防守 就缩在家里被盖,然后至少这个KIN还是敢压出来跟马路打对攻的 他们上次给我介绍了一下,就是Win10啊,可以裸奔的 可以吗,可以的,他Win10自带那个什么Windows的防火墙还做的蛮好的 哎呀,无所谓了,现在的电脑,你装一个什么360装个Q管杂,无所谓的 对不对吗,据说还可以反正,但是装一个也无所谓 反正你能裸奔就裸奔嘛,就无所谓的 不习惯裸奔,其实也就不习惯裸奔 对,我们说裸奔主要是心理上有点障碍,就是感觉 总感觉他妈的有点虚,对吧 其实是没什么的,但是就有点虚 哎,这个东西呢,就跟一辆车,你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胎压测试是一样的 没有,胎压测试你知道,或者胎压变高,或者胎压变近,你知道有个提示 对,没有,就完全靠经验了 也是啊 好,先过来,要烧一波 我满了,撒不到,撒不到,真的有点好 没东西撒,你这你能打行吗,打两个机枪顶天呢 我觉得没必要的,刚才这个Kin扔这个 好了,哎呦,三个导弹者,直接锁 他真的不应该去,不应该去要这个事情的,就挂后面嘛,好了 马路防这个东西呢,是没有问题的 妈他天的都去搞人嘛,他是没问题的 喂,你看他这个三个导弹者开了图 所有都开到了 Kin这个几次对攻,全部被锁住了啊 刚好被解,哎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一个加速跑了就行了 但,加速跑是跑啊 但是你,你所有的进攻被截住之后 待会就换马路去,去进攻了呀 对 没事嘛,当然是没事的呀 这样两个人搞一圈之后的话 感觉马路又稍稍领先呢 领先是正常的 因为马路根本就没动过 他动什么了嘛,什么都没动过 安全的把三框给开起来 慢慢打 反正马路也不急 我觉得这波推出来就有点凶啦 我这波九死一生不知道怎么样 家里面投的这波投的可以哦 早中了呀,马路 出门中两船兵 而且这两船兵卡的位置有点好 你还不好救 拖农民救,这损失很大呀 盾牌也被打飞了 对呀,关键拖农民就死了19个农民 这马路必须一拳打出,打回来 打不回来就寄寄 但帮,那个Kin又投了一波 这两波出去又要被 你这波出去又要被换一波加呀 他现在要做的是牵制 不要让马路出来 出来的话,Kin也很烦 马路一把雷达确认 但是这个家里面已经被投了 又要回救吗 回救吧,应该 你还回救吧 不救了,不救了,不救了,不救了 九死一生 那么贴 没架呀,没架 哎呦,Kin没架 可能要被投死吧 跑台 没放 就完了,完了,完了 哎呦 感觉要被投死了呀 马路也就只有那么一个机会了 真的只有那么一个机会了 啊,不过这一波就抓住就直接打死了吧 打死了呀 打你的兵随便脱弄你 凶还是有点凶啊 这种都,这种他妈都打回来了 这叫把握战机能力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这有点牛逼 这盘牛逼啊 就那么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 对 其实Kin如果家里面坦克架了 马路估计也会了 对的 他只要坦克架了 马路两把雷达确实你没有架 直接就投了 这盘翻得有点厉害 其实Kin其实打得算很好了 这盘 只能说马路在这个局势判断上 的确非常精准 韩国人的,你发现没有 韩国人的发型啊 他们都要遮额头的 你知道吧 他们所有人的发型都是把额头遮住来 遮住的 这个是在韩国最流行的那种 真的 你看任何一个韩国学生都遮额头的 哎呀我告诉你 其实呢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最流不流行 只要只有最适不适合自己的 适合自己绝对比流行要重要 不是啊 就他们那边就觉得这样是 这样是好看的 他们这个审美观我也是 有点招不住 真是这样的 你随便你看那个 你随便的看韩国的那些 任何一个选手出来 大部分 90%都是把额头遮上的 对我承认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你想想是不是嘛 韩国他们说谁啊 Alive 对对对 Alive的确没有遮 Alive你妈输的是大背头 大背头 Alive是中分 Alive是中分 其实Alive真的可以输个大背头过来的 输一个那个 输一个那个叫什么 输一个那个赌神的那种头发过来 妈的这种是2B好吗 怎么2B了 我告诉你赌神这个发型 大背头这个发型 不是任何人都hold得住的 妈的 赌神 要不我们两个也去搞个赌神的发型 我们的颜值hold不住啊 马路上了 干嘛 可以的呀 真hold不住呀 我告诉你 要么这样 这次我们来上海 好星际前面一天 我们来上海 直接先去做两个发型 好不好 不是hold不住呀 要么我做这个发型 你妈你剃个光头 可以的呀 你做呀 大哥带你这种 但我的头发太短了 买个假发呀 买个假发 那你剃不剃光头 我也带个假的光头啊 老师不要 我要那种 那种闪闪发光那种 就像那个一拳超人 里面那个老师一样 太傻了 我们两个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嘛 也是啊 不要我跟你说 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都hold得住这个大背头 这个东西的 这个很 这个还是要有点颜值的 你说周润发输这个 那的确 他这个气场到了 对不对 周润发 干嘛 普通人hold不住的呀 哎呦 这贱有点贱啊 给你一个假象 对吧 我是正常的 好了 两个 这你妈的 走了呀 这个 挂双背 马入这条狗 你妈的 他直接把双背都退了 这没办法 只能退 这个必须退 他不要滴滴 第一时间要 再把这个死神做出来 这农民 他马入的操作很好的呀 其实 其实我觉得 KIN围农民围的也不错 但他永远少一个死神啊 现在 而且 什么少一个 少两个好吗 不是 其实这不止少两个了 这你妈 马上五打一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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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打一了 哎 那个农民太贱了 对 他给你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给的太好了 好了 你新出一个死神 马上就被秒了 火车出来 也秒啊 秒天秒地 什么都秒 你只要敢敢出 你只有出的是导弹车 还有一战的资本 导弹车就不用打了 导弹 矿螺就直接打下来 哎呀 让你干狗哥 让你砸狗哥矿螺 大恶到头中有报呀 他这组还有小弟 马入 马入在这里坐着的呀 让你干狗哥 狗哥可是他们对的大哥 妈的他这个小组太轻松了 直接两个2比0就出现了 没有他出现也是正常的 如果狗哥低盘 如果说是赢了 对吧 第一场赢了 他可能还会放狗哥 做个顺水人情 也是啊 反正你也出不了线 对不对吗 那我就放你一波 但是呢 妈的你第一拍都输了 那我只能出现了 万一我输了 待会妈的又要 对不对啊 又要妈我们两个 打相间和太极呢 说的没错 那狗哥 现在马入说 我能做的都做了 狗哥靠自己了 是的呀 我都把你报了 狗哥只能靠自己了